那這個所口罩放寬低階段規定 那我們今天就宣布是12月1號開始 那放寬戴口罩的這個防疫的這個措施 那調整其實大方向來看 就是說室外就不用戴 室外不用戴 那那個當然了 就是說如果 歲末的這個大型活動的這個口罩規定 我們會再看變化再另行演理 但是大致上的方向就是 室外是或是室外空間或是要場所 那取消因全程戴佩戴口罩的這個相關規定 但是呢 如果是你出門 但是進到室內的空間 那還是要戴口罩 那尤其是像在這個大眾交通的運輸工具 那這個也是算在室內 那應該要這個全程戴口罩 那麼我想我們 如果 雖然說室外是不用戴 但是如果 人潮很多 沒有辦法保持突然距離 那也建議 建議如果你要戴當然是可以 那另外室內的規定都沒有改變 除了兩個 第一個是唱歌 可以免戴口罩 第二個 這個宴席不得足桌敬酒 敬茶規定也取消 所以這兩個是室內的部分 我們做這兩個取消 另外還有一個鬆綁的規定就是 那我們因為陸續介紹這個 這個業者 旅行業者 航空業者 那 這個相關的建議 另外也考量到我們的 國外的疫情 也是持續在趨緩 那我們境外移路的個案也很少 那為了讓這個我們的春節 還有我們的 新年的這個假期的這個航班 能夠更順利 那我們 這12月10號起 那取消路徑人數的上限 也就是以後就沒有人數上限 那這樣當然是可以方便 我們航空公司做 航線 航班的這些的進一步的安排 那這樣子的話 也就不會影響到我們 春節 要這個 反國的這個相關人潮 不管是出境和入境 都會 受到就是最少的影響